总检常人选,网民反映两极,发起支持与反对情愿。 2018年6月3日22点34分。 由King Uhew在周六晚大约11时发起的支持西蒙人选汤米托马斯为新总检察长请愿,截至周日晚上7时,已获得超过6000人的响应。 此外,另一名网民Natha Kramer也于周日下午12时左右,发起另一个支持汤米托马斯为新总检察长的请愿署,也在7时获得了近7000人的响应。 图,网记网络 吉隆坡三日讯,政府推荐资深律师汤米托马斯出任新总检察长,未能获得国家元首及马来统治者的认同后,引发网民两极化的反应, 并在网上分别发起支持与反对汤米托马斯出任总检察长的请愿。 当中,change.org,就出现三个支持汤米托马斯出任新总检察长的请愿。 由King Uhew在周六晚大约11时发起的支持西蒙人选汤米托马斯为新总检察长请愿,截至周日晚上7时,已获得超过6000人的响应。 此外,另一名网民Natha Kramer也于周日下午12时左右,发起另一个支持汤米托马斯为新总检察长的请愿数,也在7时获得了近7000人的响应。 Ernest Worm在周日下午30时发起汤米托马斯为马来西亚总检察长的请愿,也在短短4小时内吸引近500人连署。 署名马来战士的网民,则在另一个请愿网站epertitions.com,发起反对汤米托马斯出任总检察长的请愿,截至周日晚上7时,这项请愿获得鱼万人的支持。 大部分签署这份请愿的网民皆认为,政府必须尊重国家元首和马来统治者的立场,委任马来穆斯林担任总检察长。 甚至有网民建议国家元首应该坚决立场,并将任何反对马来人权利的人士都驱逐出大马。 署名埃索获雅的是吗? Yarckob的网民在留言中写道,陛下,我要求修改宪法,任何种族不了解徒著权利,他们将被驱逐出境。 MD Slay Sinem 则认为,总检察长必须熟悉伊斯兰律法,因此反对汤米托马斯出任总检察长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